交通署指出,目前县政中心周边有7处停车场,共有639个停车位,可以满足在县政府、地检署以及法院上班的停车需求,没有上班的时段也开放民众来停车。 不过凯旋国小和凯旋国中周边,却是没有停车场,每当上下课时间,家长接送小孩时,因为道路宽度不足,没有办法提供路边停车,时常出现围停的乱象。 经过我们的调查分析,县政中心的停车的需求,主要集中在学校的周边,尤其是上下学期间的接送,因为路边的停车,影响到整个路段的车流,甚至会影响到学童上下学的安全。 因此县政府决定在这辆所学校旁的公园用地,设置两座停车场,凯旋国小可以提供105个停车位,凯旋国中则是有60个,完成之后将委托业者经营管理,但是考量家长接送需求,停车场将规划免费的家长接送区,并交由学校自主管理。 决定在凯旋国小跟凯旋国中,两座设置公用的停车场,经过我们的规划设计,目前预定在凯旋国小周边,设置105个汽车停车位,以及一处家长的接送区,在凯旋国中也会完成60个汽车停车位的设计,以及一处的家长接送区。 总共165个停车位,我们预定在今年完成规划设计,明年来进行工程的发包,总经费是1500万左右,我们希望在明年能够完成两处的汽车的停车场,以及家长接送区,来改善目前学校周边的停车需求,也能够保障我们学童上下学的安全。 这两座停车场总经费是1500万,预计年底完成工程设计和发包,明年来启用。 宜然新闻记者,赖福星采访报导。